最近听到很多人想换车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前段时间我是特别特别的想换车 但是从零克零一看到OWS90 甚至还看到五系 再从五系到三系 ACL到A3再到雅阁 最终都没有定下来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穷 买价要动用存款 甚至还要贷款 在大环境如此不好的情况下 风险过高 其实车这个东西 我自己没有太多的一个感情 并不是舍不得 但是我不卖的一个主要语言是因为 不卖 它就不亏 车子贬值太快了 根本下不去手 我自己的车落地12万多 开了五年只开了4万公里 但是现在只值一个五六万块钱 即便是保住了很高的车型 五年下来怎么的也得亏几万吧 而且车子越贵 亏贷越多 之后我想说的是车子 其实是一个更新换代 比较快的一个产品 前几年你怎么也想不到 现在的车子居然带OTA在线升级 居然标配了IY级别自动加速复制系统 甚至混动成为了现在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现在换车 就会有很多的纠结 比如说要不要带12级别自动加速复制系统 要不要带OTA在线升级 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后期的一个保值率呢 过两年有可能再会换车 对吧 更重要的是下个月下半年 或者明年有没有可能出现一款车 更契合我呢 下半年芯片短缺的问题 会不会得到更好的一个环节 明年有没有可能车价更低 对吧 所以我看着看着就觉得太麻烦了 冷静下来就安慰自己 好像换车也并不能给生活质量 带来太大的一个提升 而且车这个东西呢 最终还是一个交通工具 有和没有差距很大 但是有和更好 好像也就那样 没钱换就没钱换 还说那么多